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到天台中派教学2试炼处 五十八教次第的建立 第三篇通教第二讲 上次呢 我们讲到这个五十八教的地方 我们 现在要进入到 这个滑滑 承接上个礼拜 我们再赶快再讲一遍 跟着我们再来讲到这个滑滑教 这个我们讲到花园 花园是圆间别 在这边我们有间但对待 我们的背是这么背的间但对待 那这一边五十教最主要在讲这个 这个上面的画语式教 和这个画法式教 画语呢 式教是顿见秘密不定 这一边呢 一般他是以佛编而为说 法法式教 葬通别言 是他众生的根气的内容 所说的法 是以众生编 然后呢 我们这个经啊 五十教就是如来一代十教 那这个五十教呢 最主要就是将 世尊一生所说的法 现在好像透过电脑排版一样 由我们初学者开始 一步一步迈向出世间 断烦恼 然后呢 这个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到最后成佛 那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什么 成佛之道 那这个经本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讲什么法呢 那世尊呢 说这一部经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呢 那这个天台中呢 判如来一代十教就立为五十教 那第一个 第一十教花言 那花言远间别 那如来的玉器宗旨 就是在讲 佛出尘道 为四十一位法生大事 所圆满的修多罗 那这个就是圆啦 三寿门讲过 法生大事就是指一段烦恼 正得空性 这个菩萨们 这个法生大事 四十一位法生大事就代表呢 四十一个位阶 四十一个位阶 那说圆满的修多罗 那就是讲圆教 讲一佛圣 圆教理 那在花言经里面 我们称为法界观 那这个为顿根不能够误入的菩萨 别开行不赤地 立根的人呢 听闻佛说法界观 误入佛圣 那顿根不能够误入呢 那就另外什么 开方便 那方便呢 就是呢 全教 就是别 那由法界 法界观 开出呢 界外 那换句话说啊 就是 中到第一观 在开出呢 这个 从空入甲观 为什么是从空入甲观呢 从空入甲观在 一体 起用 这个时候 体跟用呢 是分开的 那体跟用是分开的 入到圆教 他是 体用 相及 所以一体 起用 这个假观呢 是属于入到 中到第一观的 前方便 那为顿根的菩萨呢 别开行不赤地 那此时呢 说二圣行人 如龙若牙 由言不见色诺生 由耳不闻 圆顿架 持架 唯利在大根 小根都不用 大根呢 这一边就是指呢 界外的菩萨 唯对菩萨讲 不对呢 这个僧文讲 这个僧文呢 这个 不对这个什么 界内的僧文讲 也不讲僧文法 因为僧文在讲断身时 正内盘 这一边完全都是在讲佛菩萨的功德 就是讲呢 如何利他 那利他有究竟跟不究竟 所以呢 有别教的假观 有原教的中道第一一观 他做这个差别 那二圣行人 如龙若牙 二圣行人 此时参与其会的 都是指呢 回小向大 发菩提心 那回小向大 所以能够参与其会 那参与其会 虽然参与其会 但是呢 过去 只是学生文 没有发菩提心 学菩萨法 所以佛只为他讲 生文法 致力 那现在在这一边 完完全全在讲 利他 所以这个是他过去 所没有听闻的 那所以虽然参与其会 但是怎样呢 听不懂 听不懂 所以我们说 由言不见 色弩生 由耳不闻 元顿驾 就在这里 那跟着呢 我们讲欧函 第二十教呢 我们讲欧函 那欧函 但三藏教 始教 正化 声文 旁化 菩萨 欧函 最主要是在 对着声文人来讲 那这一边菩萨是什么样啊 方便说 他不是真实说 他不是真实说 那这一边因为呢 菩萨不可以断烦恼 断烦恼入魅以后 就不受后有 所以这里的菩萨呢 我们叫做流霍论身 流霍论身 那这一边欧函呢 最主要叫后的对象是声文人 那所谓的声文人 就是 以我们现在讲 什么样的人 实者声文就是指谁 凡夫 对 就是指凡夫 凡夫就是为断烦恼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指这个凡夫 但是他有出离心的人 凡夫有出离心的人 但是他只是发起自律之心 就叫做声文 若是能够发起立他之心 那我们就称为菩萨 但都还是凡夫 因为未断烦恼嘛 所以呢 这个欧函 我们讲正化声文 对不对 主要是声文人 声文人就是 像我们现在 烦恼未断的 烦恼未断的 就是这一些人 那所以呢 这个凡夫啊 就是代表在生死轮回 在生死轮回 所以呢 此教的目的最主要是在 断生死 正涅槃 正得 性空无声 不受厚有 此教最主要呢 我们在界内生死界 最主要在讲如何 先解脱 断生死正涅槃 这个为主 那主要是生文法 不是在菩萨法 那这边菩萨呢 不断烦恼 那断生死正涅槃入正 信空无声 不受厚有 为终极究竟 这个是呢 佛说法主要的目的 那就是套进菩萨三观 他是修从甲入空观的西空观 那这个最主要是在讲什么 藏教离 藏教离 那跟着断了烦恼以后 跟着我们就接着方等 那佛所说的经典 除了欧函是小圣经以外 剩下的都是大圣经 那大圣经跟小圣经有什么不同 那也就是生文跟菩萨有什么不同 生文法专门讲智力 菩萨法就专门讲利他 那所以呢 进入到方等以后 这一边开始都是在讲大圣经 就是在讲如何利他 那方等这一边 这边最主要教化的对象是菩萨 正化菩萨 旁化生文 那欧函最主要是正化生文 旁化菩萨 因为他这边是小圣经 进入到方等是大圣经 那大圣经这一边就讲呢 正化菩萨旁化生文 对不对 因为已经进入大圣 刚才讲 大圣跟小圣的差别就是在于利他 利他之心 所以这边开始教化的对象是菩萨 旁化这个生文 那这边的生文呢是属于利根性的生文 所谓的利根性的生文就是 生文人听佛说大圣经典 一样正入空性断烦恼 之后不说后有 那这一种呢 听文大圣误入小圣 大圣是直接做理说 这边是理说理官 但是他误入也是只有什么 小圣法 只有断烦恼而已 不受后有 那这个是我们称为 这个生文的利根性行人 所以有人呢 听文大圣 一样断烦恼 那这个就是利根性的生文人 那方等呢 佛说法的内容是 对半明瞒 半小圣教 瞒大圣教 那在这边就是 对藏明通别圆 对藏明通别圆 前面小圣 小圣已经断烦恼了 对不对啊 现在进入到这边就专门讲 大圣 那这边如来的玉器宗旨 在劝发菩提心 谈偏赐晓 叹大包园 佛为二圣行人 强重大圣 善根的宗旨 这边开始劝发菩提心 前面欧函最主要是在断生时 智力为主吗 对不对 现在进入大圣了 专门讲什么 利他 所谓叫什么 劝发菩提心 那佛告诉他们 谈偏赐晓 说过去 过去是指欧函 在欧函的时候呢 你们呢 这个过去所学的 是小圣 所证的呢 是偏真涅槃 真正的佛法呢 叹大包园 真正的佛法在大圣 大圣呢 究竟的大圣在原教 佛虽然如是说 但是僧文人 站在小圣的角度 来看待大圣 因为呢 你看小圣行六度 大圣 有没有行六度 有 也是一样 六度讲法 都一样 事项上都一样的 那所以呢 这时候僧文 站在这个什么呢 这个小圣的角度 来看待大圣 那为什么呢 因为在方等啊 这一边最主要 在讲戒内法 这一边讲呢 这个体空观 讲体空观 只不过 他入到这个什么呢 理说而已 入到理说 那 说法的目的 一样在 断生时 正内盘 入正 空性 不受后有 那 前面呢 西空观是用 性空 这一边进入到通教 讲理的时候 体空观 我们是正入到 空性 这两个不同 一个讲世 一个讲理 那一样 入正呢 空性无声 不受后有 为终极究竟 这个最主要呢 这个 法说的目的 那我们讲呢 这个僧文人 站在 这个小圣的角度 来 看待大圣 所以呢 佛说法的目的 最主要就是在 断生时 正内盘 所以在这里呢 到了 般若之前 都是在讲 三圣是死 一圣是全 那三圣是死 最主要就是说 在以断生时 正内盘 为主 到了法法 我们才讲什么 一圣是死 三圣是全 那这边 身文人 站在小圣的角度 看待大圣 说呢 菩萨所断 我也断 菩萨所正 我也正 为什么一定要发菩提心呢 这个佛法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我们断烦恼吗 对不对 既然呢 这个菩萨的功德和我都一样 为什么我要发菩提心 那死者在小圣里面呢 身文是观 苦地 入道 修 生妹 世地 圆绝观 吉利入道 修 生妹 十二英元 菩萨观 道地入道 修 世六度 那这边的菩萨呢 三藏教这里的菩萨的世六度 是属于小圣中的大圣 小圣中的大圣 所以他们呢 这个 入道的法门不同 首修的法门不同 但是首断的烦恼呢 都一样 同断见诗 首正的功德呢 也一样 同正涅槃 而且都不受厚有 那说呢 那为什么我们 既然都一样 为什么还要发菩提心呢 因为神文啊 如果是正的出国 最多七僧 就会正四国 不再说生三界轮回 那小圣的菩萨必须要经过 三大二僧极节 百节众向好 哇搞这么久 对不对啊 因为在三界里面 神文人认为就是苦 就是苦 所以呢 因为苦啊 所以要赶快断苦 脱离生死轮回 正涅槃 那既然呢 佛法的目的是 为了让我们断烦恼 为主的话 那为什么一定要行菩萨道 为什么要搞那么久 所以呢 他认为啊 识者 我只不过跟你入门不同 法门不同 但是呢 所正功德都一样 那这个不需要 一定要发菩提心 那我们讲呢 在这个方等啊 在方等经这个维摩节会上 这个神文人说到维摩节的论难 有口不能言 天你散发 这个菩萨呢 这个花落满地 神文人身上呢 找满这个香花蔓 这个狮子座来了 所有菩萨上座 神文人呢 却不行 那不是讲 菩萨的所断 你也断 菩萨的功德 你也所 你也一样所正吗 那为什么呢 哎 你没有菩萨的辩才无碍 啊 那这个菩萨呢 花落满地 习气断尽 为什么你呢 身上 沼满香花蔓 那 那菩萨们各上 狮子座 神通自在 为什么 你没有菩萨的功德 啊 有这种自在的神通力 啊 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处处显现出 哎 声吻的功德 不如 菩萨 啊 哎 那这一边最主要在劝发菩提心 也就是说啊 专门在讲什么 菩萨的功德 佛菩萨的功德 哎 让他们 他们本来以为是一样 结果现在一不一样 不一样 哎 让他们发起那种怎么样 仰慕 菩萨的功德 啊 那这个就叫什么 哎 这个强重大圣善根的种子 发起仰慕之心 啊 而且这里的强重大圣善根的种子呢 啊 这里也因为呢 这里是在欧寒之后 哎 欧寒之后代表烦恼已断 所以呢 文骂不称 哎 因为烦恼已经断了嘛 啊 震得空性 已经无我了 所以受到菩萨的论难 他不会发起 嗔恨之心 啊 哎 那所以呢 啊 这里就是方等 为什么是接着欧寒之后才讲 哎 若是欧寒 若是方等在欧寒之前 一开始就有论难的话呢 哎 那这样子生文人会不会发起 嗔恨之心 对 就会发起嗔恨之心啦 哎 哎 那这一边呢 啊 那方等最主要在 开始 劝发菩提心 要行菩萨道 对不对 那 哎 那对我们反复来讲 哎 行菩萨道 哎 哎 会不会退心 啊 是会的 是会的 啊 那这一边所以呢 这一边 已正空性 已经正入无我了 所以 这个 回小向大 发菩提心 可不可以 哎 这个样子 就可以了 啊 那所以这里的方等是接着欧寒在讲 在劝发菩提心啊 谈偏自小 叹大包园 否为二圣行人 强众大圣 善根的种子 啊 那这一边是方等经 如来说法的目的 啊 哎 那这一边呢 啊 以这个波勒三观 这里都是在讲崇甲啊 啊 入空观啊 这西空观的藏教 和这个体空观的通教为主啊 哎 那跟着波勒啊 啊 波勒 带通别明远啊 通和别呢 啊 这一边都是 通别远都是属于大圣 啊 那大圣有全教 和实教 啊 那这一边 在讲 一体 起用 啊 那再讲次第观 次第观 最主要呢 这一边是在讲 假观 啊 次第观这一边在讲假观 啊 哎 讲从空 入假观 啊 那这一边最主要呢 是在讲 立他之用 啊 啊 哎 那这边讲大圣的菩萨圣 啊 哎 那 通别明远的意思就是 方便 要入 真实 啊 所以呢 通别明远 啊 那这一边如来的玉器中指在 淘汰 有三人同听 菩萨 读尽 三人同听 代表呢 佛在波德会上 同时为 声闻 原觉 菩萨 说 波德经 啊 菩萨读尽 只有 菩萨 能行 只有菩萨能行 啊 啊 这个声闻人 在波德会上 能知能信 但 不能行 不能行 五位 淘汰 啊 那为什么 啊 这个 声闻人 能知能信 不能行呢 能知 说呢 啊 在波德会上 啊 这个世尊时常 以虚菩提 啊 代表 啊 这个世尊 五位 出发心的菩萨 说 波德经 啊 那能说就代表 能知 啊 所以说能知 既然能知 能不能信 也能信 啊 啊 因为他们确实 依佛所说 听佛所说 依佛所说 所行 确实也 断烦 啊 所以他们能 能不能信 能信 啊 所以 能知能信 但怎么样啊 不能行 啊 说 为什么不能行呢 哎 第一个 啊 声闻人发的是 是 出离心 清静心 啊 第二个 哎 他的方法是用 燕离 啊 第三个 所修的法文是 不静观 啊 哎 第四个 成就以后就变为 他的 素席 啊 啊 声闻人的素席 是 三界 如牢 是 众生 如愿家 啊 所以呢 当他成就以后 回小向大 行菩萨道 的时候 哎 因为 是众生 如愿家 啊 长久以来 是众生 如愿家 所以众生是他呢 啊 也如愿家 啊 所以此时行菩萨道 难行 啊 啊 啊 难行众生呢 习气烦恼又重 難度 啊 那这个挫折感 会不会很多 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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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挫折感 重大之下呢 所以呢 哎 他会干脆回山洞 啊 啊 所以呢 哎 这个 法法经里面讲 声闻人啊 啊 愿意发愿 叫他方国土 戴火 弘化法法经 啊 那菩萨呢 啊 就告示世尊 啊 世尊悟练 啊 你入灭之后 我当在本土 为你管为 鸿轩 法法经 啊 那菩萨因为在此地啊 长久以众生 结善根源 啊 所以菩萨 在此行菩萨道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啊 声闻人在此地 啊 没有结下善缘 啊 所以行菩萨道很困难 啊 所以他们讲说 愿意到什么 他方世界 待佛逢化 哎 因为他方世界人家不认识他啊 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这个大圣菩萨 菩萨道的时候说怎样啊 哎 这个未成佛 先结人缘 啊 那这个代表说怎样 你要行菩萨道也要善缘啊 不是呢 你行菩萨道 这个众生多接受的 不是这个样子 啊 必须要怎么样 善的因缘 啊 那众生呢 才能够接受 啊 那这一边呢 啊 这个声闻人讲说怎样啊 能知能信 但不能行啊 那还有这个小圣的经典 啊 说呢 取证果位 啊 这个 他们就不受后有了 所以再也不能够成佛 声闻不成佛 啊 那说这个方等大圣 方等大圣有五种性啊 定性的凡夫不能成佛 定性的声闻不能成佛 定性的圆觉也不能够成佛 哎 所谓的定性就是决定了 那决定就代表什么 取证果位 取证果位的人说不能够成佛 啊 因为你已经取证果位了 啊 那在方等经这一边之前的五种性也就是说呢 哎 这个 声闻人 只要证得出国 我们讲最多再七不至八 啊 最多七生 那你已经要解脱 哎 那你不来 那个三界的受生因就是烦恼 那烦恼你断了 他就不能够再来受生 不能够受生呢 那他就没有办法行菩萨道 啊 那所以呢 这个方等这个大圣里面 也讲说呢 声闻人 啊 定性声闻啊 不能成佛 啊 所以在这边 啊 声闻人 就不能够成佛 啊 那 那这边不能够行菩萨道 不得利于我们称为淘汰 啊 那 出发心的菩萨呢 这个 能知 能信 能行 但必须 但必须 甲戒方便 甲戒方便 的目的在 入 圆融 啊 所以融通 就是对怎样啊 对 由赤地 向圆融 啊 融 就是由赤地观 融为 融通为 一心三观 啊 由赤地观融入一心三观 啊 所以别叫般若 最主要在讲什么啊 在讲这个赤地观 啊 讲这个赤地观 啊 这一边呢 啊 出发心的菩萨 啊 能知能信能行 那出发心就是指谁 出发心就是指向我们现在的凡夫 我们凡夫 有出世间的善根 啊 人家是立根性 能够立他 啊 所以听闻大圣经典 能不能够信受 可以 那能不能行 也可以行 也可以行 但是行菩萨道 必须要什么 方便 那出发心 像我们出发心 哎 烦恼断了没 还没有嘛 那所以我们还没有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行菩萨道 这个时候要先行什么观 行什么观 对啦 我们现在是生死的凡夫嘛 那波勒斤他这边的在讲的就是说 我们生死的凡夫 现在有这个立根性 听闻大圣佛法 我们也能够信受 所以我们现在要行菩萨道还是生问道 对 现在我们要行菩萨道 将来成佛嘛 对不对 那要行菩萨道 那必须要先做什么观 先做 先做什么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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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在上面 是不是 拆一下嘛 是不是 你是凡夫 现在你住在哪里 我住戒类 对嘛 住在戒类嘛 戒类有什么观 空观 西空观 西空观 有从甲入空观的西空观 和体空观嘛 那我们刚刚开始学习 就要先学习什么观 西空观 对 先学习西空观 对不对啊 由西空观 入道离 再转为体空观 对不对 断烦恼 断了烦恼以后 这个时候 正的空性 才可以再做 从空入甲观 下化众生 跟着才可以怎么样啊 上求佛道入法界嘛 对不对 那所以呢 这样是不是次第观 对 所以呢 在这边 菩萨法的时候 就是由次第 做这个次第观 成就佛道 那次进的目的 就是怎么样啊 进入到这个什么 圆融观 在这边 在这边我们出发心 就代表我们这个 出发心的菩萨 就是代表我们现在这个凡夫 听闻大圣 听闻大圣 能信能受能行 但是因为我们生死凡夫嘛 那生死凡夫如何 行菩萨道 是不是也要先自立 对不对 先断烦恼 做空观 断烦恼 正得空性以后 再做怎么样 甲观 立他 一体起用 从空 入甲观 下化众生 对不对 下化众生的目的 就是在 上求佛道 入到中道第一观 那这个是属于赤地观 赤地观的目的 就是要入到什么 一佛圣法界观 一佛圣法界观 那在这边有死法界 入到这边就变成什么 一真法界 这个要留到化化的时候 才讲的 那所以在这一边 般若 般若这一边 讲是讲什么 凡夫行 对不对 凡夫行 但是在这一边 最主要经中在讲的时候 欧函最主要是在讲什么 依藏教为主 讲藏教理 方等讲什么 通教理为主 通教理为主 入到用体空观 般若虽然讲赤地三观 但这一边最主要在讲什么观 再讲假观为主 别教在讲假观 这个我们要顺带 讲一下 欧函最主要是要讲藏教 波勒三观 从假入空观的西空观 这个方等 虽然是对半明瞒 对障明通别言 但最主要法义在讲这个什么 供波勒 讲通教的体空观 那波勒呢 虽然是读菩萨法 讲赤地三观 但最主要是要讲 从空入假观 这边最主要是以讲假观 那文在假观 亦在中到第一观 文在假观 亦在中到第一观 就是由赤地向圆融 它这个意思 好了 这个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讲这个法乏的 纯元独庙 跟着呢 我们来介绍到这个 法乏教 这个法乏呢 纯元独庙 这里呢 就完全呢 这一边进入到 讲这个中到第一观 原教理 这个中到观 若是讲到波勒三观这边 刚好呢 这个由赤地入到这个圆融 那这一边专门 就是讲这个圆融观 那我们讲呢 纯元独庙 这个所有的经典 除了法法以外 都是站在众生边来讲 都站在众生边 只有法法经 是站在佛边来说 那因为站在佛的本位来讲 所以所说的都是 佛心中所证的法门 所以这边是一佛圣 那若是依众生边来讲 因为众生的根性 有别 有声闻 有圆觉 有菩萨 那这个根性不同 所以所说的法呢 就都不一样 有声闻 圆觉 菩萨圣 那在这一边 站在佛边来讲 所以完完全全讲的 都是什么 佛的智慧功德嘛 那所以呢这边是讲 一佛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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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存圆 圆就是什么 圆满 圆容 存 就是什么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圆 独庙 庙呢 在这边讲 不思义法 所谓不思义法呢 在讲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这边讲 凡圣一如 再圣 不争 再凡 不减 凡夫 本具 如来 一切 智慧功德 这一边在讲 凡圣一如 所以称为什么 妙 就只有 法伐精有 他精有没有 他精没有 这里只有法伐精 凡圣一如 说我们虽然是凡夫 但是呢 也有一切如来的智慧功德 已经具足了 那前面有没有讲 这个法伐之前有没有讲 华严 华严 华严哪来讲 华严精 我们讲 华严教会的对象是谁 对吗 法界大事都是界外的菩萨吗 谁跟你讲说凡夫有 这里呢 花严精就觉得怎样啊 菩萨才成佛 身闻如龙若芽成不成佛 不成佛的 你的如龙若芽都不晓得了 你怎么成佛 花严精就是什么 唯利再大根 小根都不用 有没有 就觉得什么 菩萨能成佛 在欧涵里面 欧涵里面 身闻可不可以成佛 不可以嘛 身闻都不成佛了 反复可不可以 不可以了 对不对 方等 方等 一样的嘛 对不对 身闻不成佛 菩萨才成佛的嘛 般若 一样的嘛 身闻淘汰嘛 对不对 只要菩萨能够成佛嘛 对不对 那道的法法呢 这里是什么 凡胜欲儒 这凡胜欲儒就是什么 再胜不争 再凡不减 也就是说 虽然凡夫是迷亡 迷亡呢 就代表生死断了没 也没有断 虽然你是迷亡 但是说假 有再不失 有没有失去 没有 你一样有如来的智慧功德 一样是有 只不过怎样啊 你不知道嘛 就法法经里面的一里明珠 对不对啊 你里面 有了一颗宝珠嘛 只不过呢 你不知道 不知道有没有代表说没有 说不知义不失嘛 对不对 还是在的嘛 对不对 那在讲这个 那呢 这个法法 到这一边呢 在会归如来的义器宗旨 前面的如来的义器宗旨 就是在讲什么 使者就是在示意这个什么 法法经 法法经这一边 那法法经呢 这一边最主要是什么 开本机二门 全食二教 到了法法经的时候 才讲 说释迦牟尼佛 在成典节之前 早已成佛 现在成佛是 世线说 不是今世才成佛 不是今世才成佛 那开着什么 全食二教 全化到众生 入到怎么样啊 真食教 那全就代表三圣 食呢 代表呢 一佛圣 那这一边 全食二教 这一边从开始 花言开始讲 这一边我们讲呢 这里是 这一边讲呢 说是 为食施全 说 如来 出现于世 只为一大事因缘 所谓 开事物入佛之见 那也就是说呢 佛的降生最主要就是要 引导一切众生 入一佛圣 将来皆当成佛 这个是佛出世的目的 那这个样子 相对前面来讲 是不是佛 引导众生让你 断生时正涅槃就可以 就不是了 就不是了 前面 欧喊的时候是断生时正涅槃 为终极究竟 对不对啊 那现在呢 说不是 不是要你入正涅槃 是要你什么 成佛 是要你成佛 那成佛才是 究竟的圆满 那就是 只是让你断生时的话 那这个不圆满的 不圆满 那不圆满 就代表佛的功德 圆不圆满 就不圆满 那就是一切众生皆成佛 就代表佛的功德 圆满 他圆满一切法 全和实皆圆满 所以在这边佛的功德 佛的功德 使者表现在谁的身上 对 是表现在众生的身上 这个就像我们世间人 说为人父母 为人父母的成功 看谁 看他的儿女成不成才嘛 对不对 儿女成才就代表 父母的教育成功 那是儿女弱势呢 哇 这个 变成社会的败类 那父母再有钱 也代表他怎么样 失败的 所以 佛的功德 他的圆满 就表现在 众生的圆满 那这一边 为实施权 实就是代表 原教 权呢 就代表 别教 别教 就代表赤地观 实呢 就代表 原容观 那为实施权 那这个权的目的 就是要入到 实 所以方便 为实施权 实施 所以方便 实施就是要 让方便入到真实 那这个是属于在花言 跟着欧涵方等 波折 这一边 我们叫做呢 开权 显实 权 代表方便 那 我们讲的方便 实施就是在讲 波折三观的 赤地观 那这个要让他习惯 这个要让他习惯 才不会把这个权 方便 好像像我们的随便 这个样子 变成随便 这不是 这一边的权 就代表方便 方便就是在讲 波折三观 那 波折三观的赤地观 那赤地观就是我们讲的 从甲入空观 界内的从甲入空观 断剑施 跟着做界外的 从空 入甲观 下化众生 跟着在上求佛道 做 中道 第一观 那这个赤地观 赤地的目的就是要 显实 入到怎么样 一真法界 那开浅显实 这一边是讲 十法界 十法界 十法界要入到什么 一真法界 要入到一真法界 那这一边 这边开浅显实 波折三观 这边见初 见中 见后 欧环是 这个 从甲入空观的西空观 方等是 从甲入空观的体空观 到波折次第三观 到甲观 跟着就入到怎么样 中道第一观 这个方便 前面两观为方便 得入中道第一观 那所以波折 波折的融通 就是入到法伐 就是法伐 所以前面两观 是中道观的前方便 那到了法伐的时候 这一边我们叫做 废权 历史 当这个赤地观 入到圆融观的时候 这个时候 说 权 实则 就是实 这里废权历史 废权 不是说不要权 这里就是权 即是 实 他这个怎么讲 那 这里是法法经讲的 实如是的什么呢 这个 本末究竟 这个本末究竟在讲什么呢 以花圆圆教为本 花圆称为顿教 顿教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 初说 第二个 本教 哈 哈 花圆是佛成佛的时候 初说 哈 第一次说法 初说 哈 而且也是为本教 本教 花圆叫做什么 法界观 只不过现在法法我们叫做 亦佛圣 对不对 哈 就是以法界 为 究竟真实 开出方便 哈 开出方便 这个时候 有法界 开出界外 界外的时候 再开出怎么样啊 界内 界内就从欧寒 哈 断身实 正涅槃 对不对 方等 劝发菩提心 道的般若 行菩萨道 讲 菩萨 正空 不助空 能从空起用 下化众生 下化众生的目的在怎么样 上求佛道 上求佛道 那佛道就入到什么 法法 入到法法 那这个样子 这一边中间的方便 一开始 佛就是为了让众生 成佛 中间的方便的开导 的目的 也是为 让一切众生 成佛 前面花言 是 已断烦恼的菩萨 让他成佛 对不对 现在 欧寒方等般若 让我们凡夫 也成佛 有没有看到 那我们凡夫 一样 到最后成佛 那所以 佛一开始 就为了让大家 成就佛道 到最后呢 也 也是成就佛道 所以法法为什么讲说 五二一无三 那这一边只有讲什么 唯一一佛圣 所以我们这边讲说 慧三归一 三圣 同归一圣 那过去所学 今日所用 过去虽然你断烦恼 正裂盘 不住裂盘 从空起用 对不对 这一些实则 入了法界以后 就变成 是将来你的用 将来你的用 所以呢 这一边界内界外 这个有没有离开法界 没有 实则 没有 实则 没有 所以在法界观里面 他就包含了什么 生死界 涅槃界 那前面生死跟涅槃是分开的 在这边呢 生死及涅槃 那就变成 一真法界 那本来我们凡夫是生 生在什么 三界的生死界 现在我们凡夫变为呢 入到法界 现在就已经入了法界 那原本入法界 是要属于界外 菩萨才可以 现在我们凡夫呢 也同入法界 那说 这个是什么 独妙 不可思议法 不可思议法 唯有法法才有 唯有法法才有 所以大圣经典呢 在讲大圣经典 全根实 什么是究竟的真实法 究竟的真实法 要讲到什么 一切众生皆成佛 这个才是究竟真实 那若是呢 说啊 东边 可以成佛 西边 不成佛 那就代表这个法呢 不圆满 不圆满 就变成不究竟啦 不究竟那就属于变成 方便说 就不是真实说 那这一边就是法法 那法法讲呢 这一边是属于呢 一般我们经典里面就是 盾跟箭 盾法跟箭法 法法跟涅槃这一边呢 是非盾非箭 非秘密非不定 为什么非盾呢 盾是怎样啊 初说 本教 法法第几教 第五十教 他是不是初说 不是 他是不是本教 他也不是本教 本教是花园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法法非盾 法法非箭 他是不是赤地观 不是 他是圆容观 那所以呢 非箭 非秘密 秘密是怎样啊 众生所证 不可知 那因为前面 有三圣行人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唯一说怎样啊 亦佛圣 所以可不可知 可知 他是显露的 他不是秘密 非不定 他是决定的 决定什么 一切众生 皆成佛 前面有成佛 不成佛 现在这一边是什么 决定 成佛 所以呢 这一边非盾非箭 非秘密 非不定 非不定 那这个涅槃也是一样 那一般讲到这一边 我们五十教就差不多讲完 那涅槃福利谈藏 涅槃福利 这个佛临入涅槃的时候 重新讲说戒律 为这个破灾犯戒的众生 重新说戒律 那因为持戒 持戒呢 就不多二道 那所以这边又叫做俊实教 又叫做蜀命教 那在这一边 本来讲二圣徽断 断生死正涅槃 徽断就不能够成佛了 那还有法法五千退席 也没有受祭成佛 到了这里讲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皆共成佛道 因为你有佛性为因 将来成佛呢 为果 所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皆共成佛 那这边谈藏 谈藏重开释教 一一会入常住佛性 一样开藏通别远释教 而且释教行人 都有佛性 所以皆当成佛 所以在涅槃里面 我们叫做佛性论 那佛性论 实则也就是什么 成佛论 那我们整个呢 五十八教的会归 就到这个地方 就到这个地方 那中间呢 除了这个 如来的意趣中指 这个现在大家很少人讲 经文 你拿起来的经文 先对看看 你到底是属于方等部 还是属于波勒布 还是欧函布 还是属于花花布 然后你对照我们上面 所说的如来的意趣中指 再跟着 对着里面 藏通别远 这个藏通别远 是他里面最主要的法义 不只只有一层 一层的 有哪个教是只有一层 哪个教只有一层 哪个教只有一层 只有 欧函是只有一层 但三丈教 对不对 还有花花 纯元 有没有 这两个教 都是只有一层 其他的教 花元 讲两教 方等 讲了四个教 般若 讲三个教 涅槃 讲四个教 所以 你看到经本里面 你看不懂 到底讲什么 回来到这边 他有讲两个教 有讲三个教 有讲四个教 然后 最主要 欧函讲藏教 方等讲 通教 通教这边讲 体空观 欧函讲西空观 波仁次第三观 最主要是在讲 假观 那如是套进去 你就知道 这个经里面 应该怎么示意 那这样子才不会搞错 那所以 经中里面有一层一层的示意 你要会能够解读 那才不会 这个大圣变小圣 小圣呢 搞一搞又变大圣 这样子 那不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 整个天台中 到最后的回归 就是这一张图表 就是这一张 我们下面讲的 就是它的 这个范畴定义 那范畴定义 再配合 这个 我们这五十八教的讲法 你再回去看你的经典 那才可以 所以你不会看经内 你要参考这一章 那这个样子 就已经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 那在天台中里面 我们跟着来 我们要讲到 方等通教 对不对 方等通教呢 有方等经 方等经 然后又有 维摩节所说经 诗意犯天王所问经 那当中呢 以维摩节经 这个 为重点 这个天台障 引用很多 都是用 维摩节所说经 那 跟诗意犯天王所问经 这两经很重要 他们都是用 问答的方式在说 问答的方式在说 那很重要 那方等经 什么是方等经 方等经 这一边我们讲过了 这个对半明瞒 对着小圣 说大圣 对不对 对小圣说大圣 这一边最主要 都是在介绍 如来的功德智慧 介绍如来的功德智慧 就是对半明瞒 至于怎么修呢 讲不讲 这里不讲 如何成就佛的智慧 这里不讲 讲 讲在哪里 讲 在哪个地方讲 讲就是在般若 般若专门讲菩萨道 前面已经断烦恼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一边方等 不是讲吗 劝发菩提心 谈偏赐晓 叹大包援 有没有 这里最主要在讲什么 劝发菩提心 所以专门在讲佛菩萨的功德 让身闻人发起向往之心 至于怎么成就 这里不说 要成就之前如何做 般若三观 这边专门讲 界外的菩萨行 所以界外的菩萨行 死者都是在菩萨经 专门讲什么 菩萨应该怎么 怎么利益众生 你看 这个菩萨行 以菩萨经为代表 身闻行 以欧凡经为代表 欧凡经 都是讲怎么样 如何自利 自我断除烦恼 有没有讲利他 不讲 菩萨经专门奖励他 但是菩萨经之前 他是不是透过欧凡方等 以断烦恼 对不对 所以这边还讲不讲 说我怎么断烦恼 就没有了 因为前面已经断了 所以方等发菩提心 般若是在怎样 行菩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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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就是在做什么 假观 对不对 从空入假观 行菩萨道 对不对 所以行 就是在般若 般若就是一直在讲 菩萨如何利益众生 应该怎么做 欧凡就是一直在讲自利 如何断除烦恼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金刚好是一个 大小胜的对比 一个大小胜的对比 一个要断生时正内盘 一个要不住内盘 入三界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对比来的 所以从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他 金中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个就代表佛的怎样啊 如何去度化众生 那这个就是调手 调手度化众生 那在进入通教的时候呢 我们上次有 印这个 文莫姐所说经给大家 对不对 这个 大家要看 看了以后呢 你比较知道在方等我们通教呢 到底在讲什么 而且维摩姐所说经很重要 天台帐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引用什么 维摩姐经 都是引用维摩姐经 那所以那一本经相当重要 那我们呢 这个五十八教这个图表呢 为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要 开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 第三篇 通教 方等大小圣 界内三圣 共般若 我们来讲 通教 通教它有个特性就是呢 它又称为同 所谓 所谓同就是共的意思 那有共 那也有呢 不共 那这一边最主要在讲 大小圣界内三圣共般若 共般若 那这边的共般若呢 也就是最主要这边讲的是界内法 那界内法 波若三观是什么观 这边是什么观 对 这一边是 从甲入空观的体空观 那从甲入空观的体空观 三圣的共般若 那这边共般若 共般若就是指什么 那通教这一边呢 最主要是在讲呢 从甲入空观的体空观 体又叫做什么 离 体又叫做离 离呢就是众阴言守生法 既然是众阴言守生诸法 本空无声 这边用离 所以用什么空性无声 这个空性无声呢 是大小圣所共同 这里的大小圣呢 除了界内界外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样啊 法界 他们的本体呢 都是空性无声 那他们的本体都是空性无声 啊 生死界的本体是空性无声 那界外的菩萨 那界外的菩萨 从空起用 所以呢 他这边也是以空性为题 法界 法界本体是空 所以也是以空性为题 所以呢 大小圣全十二教 基本上 基本上 他们的十项 都是空性无声 那 那 那这个样子 大小圣 不同在哪里 在讲 能用 和 不能用 小圣正空 不能用 大圣 能用 那大圣能用 又分为全十二教 就代表呢 用 究竟 还是 不究竟 所谓的呢 不究竟就是呢 不能够成佛 究竟就是 可以成佛 那所以大小圣 所讲的 基本上 有没有违背 法意没有违背 基本上 因为都是怎么样啊 小圣 只不过是 入空性 为终极究竟 就不讲 大圣 刚好从什么 空性 开始讲旗 所以 小圣的终点 是大圣的起点 所以 中间 有没有一个交界 有没有 对 有一个交界点 那个交界点 就是 空性 交界点 就是空性 所以 这个 我们 对这个法意不明了 以前 时常大小圣 会打仗 好像大圣 跟小圣 不一样 实者大小圣 基本上一不一样 一样的 都一样 都是讲空性离 只不过 也就是说 你讲到哪一层 小圣讲到第一层 菩萨圣讲到第二层 佛圣讲到第三层 那也就是说 你的内涵到底有多深 所以你看到 到底呢 哪一个层面 是这个样子 所以大小圣 实者不违背的 不违背 那不晓得的人 以为 大圣是大圣 小圣是小圣 他们都不一样 实者不是这个样子 那这一边方等经 方等经的特色 这一边最主要是在讲 介绍怎么样 佛菩萨的功德 那一般我们看的经典 都是方等经居多 你看我们初学者 我们喜欢送这个什么 地藏经 对不对 喜欢送这个 药师经 对不对 喜欢送这个普文品 这个都是属于什么 方等部 这个都属于方等部 都叫怎么样 介绍佛菩萨的功德力 他如何利益众生 对不对 那我们听完了以后 所以我们喜不喜欢 喜欢 为什么喜欢 你只要有所求嘛 菩萨就会有所应嘛 所以呢 当你一看到 哎呀我有烂的时候 如果菩萨救了个救度我 所以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 对不对 至于如何做 有没有想说 哎 我们会不会想说 我如何成为 地藏菩萨 还是我如何成为 观音菩萨 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都没有嘛 为什么他不讲 对啦 一讲就吓到你了 对对啊 要成就地藏菩萨 要下地狱呢 你想到下地狱 那不是很痛苦吗 下地狱 对不对 你想到观音菩萨 对不对啊 闻生就苦 对不对 这个头目老学 失一切众生 现在隔壁的跟你讲 他有烂你要不要 你说对不对啊 所以在这边方等部 都是借到佛菩萨的功德力 他如何度化众生 他讲这个功德 至于怎么做 不讲 怎么做在这边不讲 所以这边我们讲过 最主要在什么 欠发菩提心嘛 对不对 那怎么做 到下一个般若 他才说呢 那这边就是呢 这个通教方等大小圣界内 这个共般若 那这一边呢 方等教这一边 说主要在说 戒内小圣立根的生文法 大圣菩萨道的出门 三圣共般若 这一边主要还是戒内法 戒内法呢 还是着重在于智力为主 但是这边已经进入到大圣经 进入到大圣经 所以这边教化的对象在正化菩萨 旁化生文 那这个呢 这里讲 戒内小圣的立根生文法 立根生文法就是 依理说为主 依理说 那前面西空观 藏教的西空观是四说 那这边进入到大圣 一开始就讲空性 就是理说空性 那所以呢 有生文人听文大圣经 正得出国二国乃至四国 那这个就是属于立根性的生文人 文大物小 那这一边也是大圣菩萨道的出门 那这边为什么讲出门呢 前面三丈教的菩萨在讲流祸论生 菩萨不可以断烦恼 在这边通教呢大圣开始 菩萨所讲地地断祸 菩萨要断烦恼 不可以不断烦恼 所以前面流祸论生是属于方便说 断烦恼才是真实说 那这边戒内法 戒内法所以是大圣菩萨道的出门 那所以行菩萨道也要先致力断烦恼 先致力断烦恼 那所以我们一般听到的大圣菩萨道 都讲流祸论生 对不对啊 那实者是不是真正听到大圣法 不是 这个是属于呢 小圣中的大圣 是属于欧函 是属于欧函 连方等大圣的出门都还没有开始 所以可见我们试经 都讲对还是讲错 那一般我们听的都是什么 都听到错误的 都听到错误的 都讲菩萨道要流祸论生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那这个就是对这个什么 法义不明 法义不明 大圣经典没有办法看 看不懂 然后拿小圣经 来试大圣意 才会变为这个样子 那这个样子是不对的 那这一边呢 如来的说法 一样以断烦恼正内盘 入正空性无声 不受后有为终极究竟 那这一边呢 因为是界内 从甲入空观的体空观 所以还是以断生时正内盘 入正空性无声 不受后有为终极究竟 那这一边是用理说 所以是空性 前面藏教四说是性空 那这边一样断烦恼以后 不受后有 就不再回来了 那法说这一边 患有恶地真地理 体空观属于理说 前面三章教讲的是 时有恶地俗地理 讲是 这边是时有 那这一边呢 讲患有恶地真地理 这个患有是指无中生有 在这一边呢 入到这个诸法的实相来说 以站在诸法的实相来说 所以我们叫做理说 那无中生有称为患有 那这边完全讲真地理 就理说 波勒三观 这里是从甲入空观的体空观 相对前面藏教四说西空观 那欲弃中子呢 如来在劝发菩提心 谈遍赤晓 探大包园 否为二圣行人 强中大圣善根的种子 这个前面呢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这个就不再重复 那我们休息一下 再来讲患有恶地真地理 刚才呢 有一点呢 这个我们在复习这五十教的时候呢 这个旺季呢 这个提醒 在这一边呢 我们一大圣来讲呢 我们这一边本末究竟 我们讲这个佛出现于世 这个所谓一大圣因缘 为令众生开示误入佛之之见 对不对 那佛的之见呢 就是为让一切众生结成佛 对不对 那这一边有本末究竟 那我们讲呢 本是属于哪个教 法眼 法眼是本教 对不对 末呢 是法法 那这边呢 本末究竟 一开始 这个是站在佛边 这个说法有两种 说法 那 我们讲 这个说法有两种 我们可以看到呢 依佛边来讲 是由 这个 这个 法眼 为根本 就是一真法界 然后 开出 十法界 十法界呢 融通 入 一法界 那 中间的融通 就是属于调手 那这个是佛呢 的本怀 法法经在唱佛本怀 也就是在讲 如来应事 的一大事因言 那我们看到这个众生鞭 若是以众生鞭而言的话呢 那初说 初说在哪个教 哪个 在欧寒教 在欧寒教 是他的初说 是他的初说 但是呢 这个应该不可以讲说本教 应该只能够讲初说 一 我们天台中 现在 来为佛示意 这个初说 欧寒 为众生初说欧寒 断身时 正涅槃 不受厚有 到了方等呢 劝发菩提心 对不对 谈篇自小 叹大包园 否为二圣行人 强众大圣善根的种子 发菩提心 到了般若就行菩萨道 这边赤第三观 然后入法法 以佛圣 皆共成佛 对不对 那呢 若是以众生鞭来讲 这个是 以天台中来讲 众生鞭的初说 那就变成是欧寒 那这个 这个时候就这样 凡夫 成佛 前面 花圆 菩萨 先成佛 对不对 立顿二根 皆成佛 那 这个是以什么 众生鞭来讲 但是呢 若是 这个是以 众生鞭出售在欧寒 所以出售 这个经典里面 出售有两个 有一个是怎么样啊 站在佛边 出售是 花圆 有一个站在众生鞭 出售是 欧寒 所以在五味教的时候啊 乳味 有时候是在 花圆 有时候 乳味 是在 欧寒 五味教的时候 会放在这两个教 那代表呢 两个法义呢 那 不一样 那 这个是依 我们 经典 所说 用法义 所说 但是 现在人呢 说 佛 出售 出售 出售什么 现在我们讲 说佛出售 出售是什么 以哪个教为主 欧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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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代的講法說佛 佛說法說什麼 說歐寒 說歐寒是根本佛教 也是怎樣 原始佛教 那佛入魅以後 這個對佛的失戀 種種 然後透過這個怎麼樣 這個大眾部 上座部 大家的看法有兩部分為怎樣 這個二十部 這個叫做什麼 佛派佛教 跟著受到這個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 後來就發展成為初期大盛 初期大盛 在經過這個一段期間以後 就發展為大盛佛教 大盛佛教在經過一段期間 就發展成為秘密大盛 那在經過一段期間 現在還有沒有 那現在這些學者就只要講到這裡 那照道理講這個要不要發展 要不要 他講經過世尊入魅 差不多百年以後就進入到這個部派 對不對 然後這個中間又差不多經過千年以後 就到大盛 大盛這個時候就傳來中國 再經過七八百年就進入到秘密大盛 就傳到什麼西藏 就變成藏傳 現在藏傳佛教 那現在藏傳佛教 傳入到現在也經過怎樣 要一千了 照道理講的要不要進化 要 對 依照這個講法應該要進化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進化 這到底講要進化 結果有沒有進化 沒有 按照這個進化論呢 那佛 佛說什麼法 佛就只有講什麼 歐含經而已 聖教後面就變成是後人 杜傳的 後人像文寫小說一樣寫出來的 那就變成杜傳的 那所以就引發一個問題 第一個大聖非佛說 大聖非佛說 以前的人看不懂佛經 他是怪自己罪業深重 與佛所說法不明 現在的人 這個大聖經典看不懂 就怪 這個中國祖師 根本是亂講 然後這個經典是偽造的 佛所說經 佛所說經 只有什麼經 歐含經 就只有歐含經而已 剩下都不對 這個就是落入到什麼呢 這個就變成是屬於現在我們講的 歷史的進化論的觀點 歷史的進化論 那這一種觀點就變成佛只講歐含 那這樣子佛就變成是只有小聖佛 那這樣子呢 這個大聖不但是非佛說 而且佛的智慧功德 現在一比較就變成後人的智慧 大於釋迦牟尼佛的智慧了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也引發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所學所聽的大聖法 對不對 怎麼不知道呢 你腦筋很有問題 聽到現在怎麼還不知道呢 那就變成我們所讀的多非佛說 都不對啦 既然不對的話 那這樣子還寫不寫 那就乾脆不用講了嘛 但是你看喔 講的人 他就不承認大聖經典 他又講大聖經典 你看會不會自我矛盾 這個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呢 因為大家對這個法義不了解 這個法義裡面 我們講過 全部的法義就是佛的三觀 所以為什麼講說呢 般若是三世諸佛母 能生一切法 全部都是在般若三觀裡面 統色呢 如來一代使教 一切法 那這一邊呢 若是以這個進化論來看呢 那就只有歐喊 歐喊講什麼西空觀而已 少少一點呢 體空觀而已 剩下的都沒有 那所以我們對於後面的施異 為什麼沒有辦法施異呢 用這個方法來講 大聖經典沒有辦法施異的 而且依照進化論來講呢 在印度呢 從歐喊進化到秘密大盛 但是我們看到 這個歐喊不派佛教呢 是傳到這個南傳 我們講的泰國啦 緬甸啦 斯里蘭卡啦 但是呢 這些南傳的國家 依照進化論來講 要不要進化 要嘛 對不對 他們要進化嗎 但是他們有沒有進化 沒有 他們一直沿用都是歐喊經 也沒有發展出呢 這個大聖經典 來到我們中國 中國現在經過多久啦 一千多年的 一千多年以後照道理講 我們傳來的大聖佛法要不要進化 要不要 要 但是你看看 有誰 寫出經典來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原來那些經典都是在什麼 南北朝到什麼 唐朝翻譯的 照道理講現在要不要再翻出來 還要嘛 這個經典怎麼不翻出來呢 那藏傳佛教經過現在 也幾百年了 要不要進化 要嘛 但是他們有沒有進化 也沒有 所以這個思想呢 是完全是怎樣啊 這個完全是不對的 是不對的 不可以再沿用這個講法 不可以沿用這種講法 所以我去學校看到寫生寫論文 一看到這個什麼樣啊 發展 這兩個字 這個論文就丟掉了 這不用再看了 這代表怎樣啊 思想都錯誤啦 這是發展來的 你看世尊都講 我不是一個創造者 我是一個什麼 發現者 發現了以後 我證悟了 我跟大家分享 講給大家聽 對不對 世尊都不講什麼 發展 你看他們都講什麼 發展 所以呢 裡面所教的都全部有問題 而且都落入到這一種 進化論的思想 所以呢 現在市面上 我們聽到了這個東西 那是一個很大的 讀數讀流的 真的是這個樣子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而且聽這個講起來好像什麼 很有道理 思者不思者 思者不思者 所以呢 如果是還有聽到這一種的講法的話 那不用再聽了 不用再聽 再聽下去怎麼樣啊 我告訴你 是非常危險 因為裡面所講的都不對 那不對你繼續聽 聽久了 訊息久了 不對也變為 對 因為你分別不出來 所以遇到這一種講法 不要再聽 這個對你是有好處的 這對你有好處 這對你有好處 因為呢 你這個 這個就只有一個嗎 一個對 一個不對 不對 對 對 訊息久了 積非成事 那你呢 正確的這一種 訊息久了 你就怎樣 你就能夠破寫顯證 那因為一往以來 我們現在對這個講法 這一套 現在 已經很少人會 這個也不會講 那所以呢 這個我們對這個法意的界定 這個到底怎麼說 那就形成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問題最要命的就是呢 已經打一個問號了 他又拼命講 那我們也不曉得 不曉得他在聽他說 哪裡知道他內心是充滿問號 所以這個變成呢 無形當中啊 這個變成怎麼樣 害極又害人 這個不可以 這個不可以這樣子 那所以呢 如果是在法意的抉擇 你要能夠要很清晰 落入到這種進化論的思想 就不要再聽 這個對你呢 這個有好處 這個聽講課就像在吃藥一樣 這個呢 這個呢 最怕就是吃錯藥 讓你呢 病情更加嚴重 傷害自己的法身會病 會這樣 那這個呢 就是 跟大家補充 跟大家補充 那這一邊呢 我們講說 調手眾生編 眾生編的時候呢 他是有怎樣呢 這一邊 界內 先斷生食 斷生食 斷生食 然後呢 發菩提心 跟著行菩薩道 跟著怎樣啊 入道佛道 那剛好 剝了三觀的 空 假 中 三觀 接著我們來看到 進入到本文 一 全患有二地 真地離者 所謂患有 是舊有而言 這個有就是我們現象界所看到的東西 那此重是無中生油 本來就沒有 金油是五的油 這個五呢 我們又用空 也可以用什麼 是空的油 那所以我們稱為 幻油 這個就像什麼呢 就像靜子 就像靜子一樣 靜子本體呢 本體是怎樣 空無一物 空無一物 但是因緣合合 就有顯現出 靜中相 那靜中相實不實在 說是不實在 不實在 所以呢 靜中相我們稱為 幻油 稱為幻油 稱為幻油 那這個幻油呢 這一邊是怎麼來的呢 前面我們三藏教講什麼呢 我們講呢 這個三藏教 三藏教呢 講這個西空觀 西空觀這一邊是屬於 四象說 我們用四象做說明 那用眾音言 首聲法 十象 性空 無聲 譬如呢 這個 譬如 五音 和和 成人 那這一邊呢 那這一邊呢 講呢 這個 法 就是眼前我們所見到現象界一切的東西 這個都叫法 那也就是國 這個國是由什麼呢 眾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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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和而來的 眾音合和而來 那呢 它的真實性是 性空無聲 這一邊我們用是什麼 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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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邊是什麼 是 來 如 五音 合和 成 人 那也就是用什麼 言而 鼻舌身 和 成 這個人 所以 人我就代表是什麼 是言而鼻舌身 那真实相是什么呢 性空无生 这个性就是指离 就是指这个什么 众因言所生法 这个原理 那这一边是 因为教化的是属于 顿根性的众生 顿根性用什么 事相做说明 所以这里有一个什么样 五音 原来鼻舌身 还有一个什么 人 那最主要说人的真实相是什么 性空无生 那这个人 是属于什么有 假有 假有就代表真不真 不真 假有不真 那这边是顿根性 所以事相说 所以要用怎么样 可以看得到 可以摸得到 来讲 那这一边呢 最主要是由事 入到 离 但是呢 表达在事项说 那换句话说 就是由事间 入到 出事间 那第二个体空观 通教体空观 前面这一边讲事 这一边是讲什么 离 真聪明 对的 前面 藏教是顿根 这一边是用什么 这一边是属于 立根性的行人 立根性的行人 直接 讲离 这一边 这一边讲 观众因言 守生法 既然是众因言守生 诸法实相 本空无生 这个 法的实相 就是什么 无生 这里呢 直接是穷尽 诸法的 本源 来讲 这一边 以诸法的本源 他的根本来说 他的根本就是什么 空性 无生 由空性无生 往外望 无生 但是呢 现在 你有没有看到我 有 我有看到大家 讲处世间 不可以离开世间 好 那这边讲 诸法的本源 就是无生 说这个世间 他是有怎么样 众因言守生 因为是众因言守生 诸法本空无生 本来就无生 但是无生当中呢 这个初世间法 又不坏世间 这个世间又有你有我 那他站在诸法的本源来讲 这个世间本来有没有你 没有 世间本来没有你 因言和合 透过我们前面讲的 所谓的所谓的我们过去的业力 还有怎么样啊 复经母学 的因言 三相合合 呈现在的你 对不对 呈现在的你 那有没有你 有啦 有你这个你 那百年以后还有没有你 就没有 可见第一个 这个你 真不真 不真 为什么不真 因为你会死嘛 死了以后就没有你了嘛 对不对啊 那 在佛法里面 所谓的真 真 就是永恒不变嘛 对不对 既然会变 变就代表什么 生命 对不对 生命 那就代表真不真 那就不真啦 那就不真 所以佛法讲真 永恒不变 那我们人到最后 死掉嘛 那可见 所以你真不真 你不真 那若是以这个通教诸法的本言来看 本来就没有你 现在有你 中间这个你 是属于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叫做 幻游 那这个是怎么看呢 就像这个宇宙 这个宇宙呢 本来有没有你 没有 现在因缘和合 产生这个你 对不对 那这个是无中生有 对不对 因缘灭了以后 还有没有你 也没有你 所以你 对宇宙来讲 你是属于幻游 就像镜中相一样 镜子里面 本来有没有东西 没有 但是因缘和合 镜子就献出 三合大地 花草树木 有你有我 但是因缘一散了以后 它又回归到本来的地方 对不对 那所以以我们来看 镜中相叫做 幻游 叫做幻游 它不真 它不真 不是真实有 那如果是了知呢 一切皆幻化的话 那说 这个人 是不是幻化 对人是幻化 对人是幻化 这个桌子是不是幻化 你是不是幻化 是 对 世间一切皆幻化 那这边在讲什么呢 既然世间一切皆幻化 那为什么众生迷惘 为了这个我 造作一切 造作一切罪业 这指凡夫 那菩萨呢 这边开始进入讲菩萨道 对不对 说呢 既然一切皆幻化 所以菩萨能够不止我 而起菩萨行 利益 一切众生 但是众生是不是幻化 众生是幻化 那菩萨幻不幻化 对 菩萨也是幻化 说菩萨的慈悲心 就是表现在 虽然一切皆幻化 但是呢 菩萨道可贵的地方就是 虽然是幻化 但是能够怎样啊 利益一切众生 那生闻了之一切皆幻化 既然皆幻化 那 那度化众生做什么呢 他认为是怎样 多此一局 那这个就是生闻 和菩萨 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个呢 这一边的通教体空观 观众阴炎所生法 既然是众阴炎所生 诸法 本空无生 他这边匹域是怎么匹域的呢 前面我们匹域三藏教 说是怎样啊 五蕴和合成人 对不对 这个是看得到 这个事项说 这一边 理说 理说怎么讲呢 他讲 他用这个讲 众阴炎 所生法 对不对 众阴炎所生法 这是第一层 跟着阴呢 阴又变为国 又变成呢 是属于呢 他又是众阴所生 那这个 这是第二层 到了第三层 这个阴呢 阴又变成一个国 又是怎样啊 众阴所生 如是呢 实则 因又变为国 国又变为因 那我们讲呢 这个因变为这个国 实则国就是代表什么 众阴的和合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讲呢 武阴和合成人 那这个人 是一个什么 代名词 对不对 这个名词呢 是一个代名词 所以国呢 是一个代名词 那我们看到第三层 这个呢 国是代名词 那进入到第二层的时候 这个又变成是怎样啊 甲名甲名 三个甲名 又合成一个怎样啊 又合成一个 另外一个代名词 跟着在进入到第一层的时候 四个代名词 又合成为一个怎样啊 代名词 所以世间一切一切 就变成只有什么 代名词 所以说世间只是 假名 只是一个假名 当中只是一个什么 幻化 因为名字 名字真不真 不真 经过层层的分析以后 不真 但是不真 有没有 有 这个叫做 无中生有 那大家看到 西空观跟体空观的 比喻不一样 西空观 低层而已 原来鼻舌身 合合成 人 有没有 一层 就可以 这个体空观呢 他要透过怎样啊 至少透过两层还是三层 知道原来世间是什么 假名 幻化 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 这个没有一个真实 因又有余因 如是 那世间 一本体来看 无中生有 有也只是一个 假名 案例 当中 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我 那我们叫做 幻游 这边讲幻游 那这边幻游呢 这边讲呢 就有 譬如出什么 像这个魔术师 能以十字道中献出 尘世相麻 鸟兽人等来往 说一如海事圣楼 要像什么 静中相 水中夜 梦中世 又如阳燕影子等等皆是 这个都是怎么样啊 幻游 说有没有呢 有 但是不真是幻化的 那一般我们通教所讲的呢 都是怎么样啊 看得到 但是摸不到 你像影子 影子可不可以看得到 可以 但是可不可以摸得到 摸不到 没有实体嘛 对不对 就像羊燕 这个路中煮水 到最后只有刨死 因为夏天的时候 鹿子看到隐方的马路上 哇 有水蒸汽起来 以为有水拼命往前刨 结果刨死他了 因为什么 羊燕是幻化的 那这个呢就是叫做什么 幻游 那这边是真地理 观属即真 当体即空 既然一切是幻化 都是众阴眼所生 既然是众阴眼所生 所以诸法 它的本体是什么 是空无生 一切是当体即空 那这个就是呢 这个真地理 所以这边 观属即真 真地理 那前面三章教讲的呢 是 属地理 所以一个就是说 一个就 理说 那这边是大圣的出门 所以一开始就讲空 大圣进入到什么 理观 所以一开始就讲诸法皆空 那诸法皆空 这里就是用 从甲入空观的体空观 那也就是大小圣的共般日 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先来做回向 我们大众请合掌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欢迎订阅 都 都